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很红爱 从中国大陆红到台湾 网路上好多人在播放他的歌 他对着小朋友带动唱 叫他们唱而歌变成洗脑歌了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他姓黄 人在武汉 你可以看到他专门教小朋友幼儿音乐的 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个影片 在网路上面被推播推播之后爆红了 连新华社都来推播他 来推播他的影片 所以他五一假期不仅一下子涨粉 涨了三百多万 而且他连开三场直播 好多人去抖内他 共赚进据说两百万人民币 和台币快一千万吧 吓死人了 所以就说直播一天就收入 就超过他十年的工资 因为你要知道中国大陆的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一个月顶多也就三千多人民币 大概一万左右台币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薪资 可是因为他爆红之后 网路上有很多他的传言 包括说他早就是签约的网红了 而且他拿到这么多的抖内的钱 他就离职了 可是我们今天去查证 其实他还没有离职 他还照常在幼儿园工作 而且他也不是签约的网红 我们讲这个娃娃娃老师 其实背后他就是一个大的产业链 娃娃娃老师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他爆红之后 他去直播带货 为他自己创造很多很多的金钱收入 可是网路上也有好多名人 尤其在对岸 这些网红名人带货 那收入吓死人不得了 我们来看看研究报告 有14名主播直播带货消费 这个数据叫做维权舆情数据 前几名包括疯狂小哥 李佳琪还有刘根宏 其实他们也都有一些 所谓的消费的一些争议 不过他们的收入都吓死人 而且他们的占比都非常的高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虚假和现实之间 有些人喜欢偶像 所以去买他所推销的东西 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网路的经营模式 很多人就把它当做一个梦 所以机遇梦想与风险 连纽石他都发文 做了一篇采访报道 关注所谓中国直播带货主 他们的旗与络 而风潮除了我们台湾 其实现在也有 包括海鲜直播 各种卖各种东西的直播 现在在美国也掀起了 直播带货的风潮 预估2025年 他给创造1.7兆的产值 从中国蔓延到美国 现在美国的零售商 各大品牌 还有科技平台 都对所谓的 这样直播带货的模式 很看好 商机一直往上涨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简单的方法 一个灯 网美灯 然后一个人就可以在这边介绍产品 所以有美国的律师就说 我干脆不要当律师好了 因为直播带货 年薪可能会高达台币2000万 这个钱是在美国当律师的薪水的6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好多好多人都改行了 那讲到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 那自己看到政治上面有一些对抗 可是这些小的 不管是直播主也好 或者小的商家 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 也有自己的求生管道 我们看到了 拼多多的母公司 当然这是一个算是一个 蛮大的网路上的企业 现在离开上海 签到爱尔兰了吗 这是路透最新的一个消息 可是去求证拼多多 拼多多说没有 他否认 他说我的总部都还在上海 这件事情不会改变的 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的整个制裁 互相制裁的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中国自己加速研发 不依赖最新晶片的AI技术 他自己在围堵中冒险中求生 找出自己的一片一条路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中国的业者正在研究利用更少 威力没有那么大的半导体 就可以达到最先进AI性能的技术 同时也在研究很多的 很多不同类型的晶片 避免只能依赖单一类型的晶片 这其中包括华为 包括百度 包括阿里巴巴 所以说生命自有出口 而现在日韩也同意在晶片的领域合作 因为美国跟中国都有他们的 这个生意上面的网络 所以干脆他们自救 取得大国之间的平衡 现在我们台积电不是有把一些工厂 我们移到美国去了 可是制作晶片的成本会贵 至少一倍吧 这个是张忠谋曾经讲过 会上涨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 台积电美国制片 制作出来的晶片会贵三成 价格要涨 因为成本多了 张忠谋曾经讲过 成本至少高一倍 所以你卖出去的价格 至少要提高三成吧 要不然你写本无归 可是这样竞争力上面 可能就有一些弱势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要全面禁止 美国企业投资 中国的AI以及晶片 拜登要签署行政命令 他铁碗是一招又一招的出现 中国的中小公司 中小企业纷纷 但悄悄的在华尔街上市 大家要注意纷纷 有很多都过去了 可是不敢伸张 这个悄悄的在华尔街上市 包括金色天堂 包括Top King Top King Wing 还有千玺集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上面的大人们在吵架 可是我不管 我自己还是到华尔街 完成首次的公开 募股IPO 所以这个现象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生病自有出口 大家看着办吗 来问问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包括您刚刚听到的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 黄老师 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有注意到他吗 当然有 当然有 表人家叫错了 他是短发刮刮 长发花花 合起来叫做音乐老师 富贵花开 那条歌叫挖牙挖 什么挖牙挖老师 挖牙挖老师 挖牙挖老师 那条歌 网路上大家叫挖牙挖老师 他粉丝暴涨 现在粉丝有六百万这样 事实上 那个网红直销会有用就是 我们 因为我学校教这个 是 就我们讲推荐行销 那网路之后推荐行销 才有办法大量推广 那网红推销 就是推荐直销最典型的代表 那为什么他会好卖 因为人家信任你 对不对 就好比你如果是亲朋好友推荐 你多半就会参考 那接到公司的广告 你就会半信半疑 他是根据这个逻辑 所以你如果是诚信的 推销一些好产品 那当然就会好卖 就是这样 那中国大陆当然因为 前阵子疫情 那使得很多人不好上班 所以很多人都被带货直播 那阵子带货直播 大概增加了几百万人 那抖音进入美国之后 美国也产生了大量的带货直播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行销的一种通路 那就是用我们广义讲的叫推荐行销 那使得那个买东西的消费者 跟你有一种直接的情感上的连带 所以就非常有效 其实这个本来就没什么 只是说网路使这个成为可能 那中国大陆特别重视这一种 所以因为它有抖音 你就可以直接拍 所以就是一炮而红 我们只能祝福它 它印记非常好 因为被新华社直接点名 称赞它 这个几率实在是太低了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韩国跟日本的晶片合作 事实上 我觉得主要是日本的化学原料 继续供应它 那其他的部分我倒不认为 事实上我比较重视的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听说隐智越这次去美国 那承诺了很多事 所以美国将对三星跟海力是 在中国的那个出货 再延缓一年 本来是到今年的10月21 那听说要给他们再一年延缓 就是本来办导理自在是去年 10月21开始 本来不是给他一年缓冲吗 那说现在要再给他一年 这金融时报独家 那如果他们可以再缓一年 我们台积电应该也可以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有话要听进去 你不要每天都站在美国那边 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跟美国讲 如果三星跟海力是可以再延一年 我们台积电应该也可以再延一年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才 这个才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的 事实上日本对于晶片的制造 已经很弱了 所以这次台积电不是去日本做投资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倒不认为 韩国跟日本的晶片领域合作 能创造出什么 那只是说对过去的化学原料 本来在抵制 那个已经解消掉了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先进一项广告 好 我们请问杨永明老师 怎么看这些商业的现象 其实黄老师这个问题 延伸出来一个东西 大家有点吵了 就是他整容前整容后 我真的觉得 整容是一种人权知道吗 它是整容吗 看起来应该很漂亮 我不觉得 当然有人去对比这个 但是那个是化妆前还是化妆后 但就算整容好了 也不就是个人的权利吗 是啊 对不对 我觉得不需要因为他整容前 整容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我看过一系列韩国的一个 就是这个节目 他真的是电视这边出钱 去帮助需要这个是整容 你知道在音乐里面 整容外科事实上是真的是 在面临到有一些 可能很多很严重的这种情况 那当然你让自己更好看一点 或者是这个是说 你自己喜欢 这很好啊 不过我保证 我们在这边亮哥 我跟这个宾哥 我们都没有整容过 没有讲到我 当然主持人是绝对是栗子天生 可是讲到台积电的问题 你知道这两天 其实最严重的是 我们中文这边都没有在登 三星的执行长CEO 他这两天因为就是这个岸田来 然后推动日韩之间各项的合作 三星的执行长叫庆贵贤 庆祝了庆 庆贵贤 他说三星会在五年之内超越台积电 发下好语 在英文的媒体里面都是大幅的报道 韩国尤其是这个认为 因为他们事实上做了很大的这个投资 那他又当然没有说到说 跟日本之间的合作 那当然因为日本这方面 其实并没有办法给予太多三星的 这样一些援助 可是这些半导体 现在这个半导体的发展 我觉得台积电其实是 背负前后都受敌 你在高端的这一块 你看到的是英特尔 三星 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美国 在各样的这种投资之下 然后你再看中国大陆的 它成熟制成的这一块 其实也不断的被这个挤压 尤其台积电最主要 成熟制成的这个客户 包含迁连制成的也是如此 是高通 但高通跟台积电定的 有六成是送往中国大陆去的 那将来你的客户端 可能会要求你 在大陆这边自己做出来 可以使用可堪使用的 这些晶片的时候 高通还会继续跟台积电下单吗 这些都是现在台湾晶片产业 面临到的问题 所以王美化 你不只是要去多要那一年 对不对 你真的要多想到台积电 现在台湾的半导体 已经被附前后都受敌的情况之下 我们讲了起码超过一年了 我们看和政府在做什么东西 去再挽救台湾的半导体 台湾 台积电 在各个方面的这种发展跟成就 王美化 加油 是 一定要加油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最后请教兵哥 兵哥你怎么看 其实我先稍微带一下 直播带货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直播带货 也非常多 可是我觉得两岸都一样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相关的法规 来管制 因为你现在看到太多的直播主 他直播带货完之后就不管了 那个产品的品质到底如何 没有人去做保证 这个造成非常多的社会事件跟纷争 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有 相关的法规要赶快跟上 至于说晶片这个东西 美国当然是不会改变他的策略 他一定是想尽办法要去把 中国大陆在这个行业完全掐死 让他没有机会 中国大陆当然也要想办法逆境求生 所以现在告诉你说 他要把一些相对低阶的晶片 我把它并起来看他是不是能够 一样操作的甚至比高阶晶片更好 老实讲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开始做 他们好几年以前就知道这个危机 所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实验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高阶晶片还是有 高阶晶片的强处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 把几个低阶倒一倒就好 那干嘛花大把钞票去买高阶晶片 所以他还是有他的门槛 不是那么容易突破 可是中国大陆现在在干什么 其实他就是好几条腿在走路 也就是一方面我还是在研发高阶晶片 另外一方面我想尽办法 因为高阶晶片 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来 技术什么时候能够稳定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必须要找同时 有好几条不同的路 然后看哪一条路 至少先稳住现在的局面 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可是我们的台积电现在在美国 现在他告诉你说 成本至少贵三成 我跟你保证绝对不值 他说售价 对 我跟你讲绝对不值 为什么 除了人工本来就比台湾贵很多之外 重点是粮绿 他在那边的粮绿 可能会像在台湾这么高吗 完全不会 台湾那个粮绿是千锤百链 经过台积电几十年 这样慢慢磨出来的东西 你在美国要达到这么高的粮绿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 这一张庭变的东西 你也可以先开玩 你也可以再开玩 不出来的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种证据的方式 我们营有一个 时间观众